住手 你打赢就算了 还想取人性命 你是不是不把我背来手 闻带来放在眼里 本来阿美对自己的相貌就格外重视 这下彻底伤透了阿美的心 正当阿美气愤至极时 突然发现了窗外的阿星 阿星诚恳了向阿美道歉 但是因阿星而起 阿美毫不留情地拉上窗帘 并把阿星的礼物扔了出去 阿星在回家的路上拿着自己的礼物 想着刚才阿美给自己说的话 他不喜欢一个懦弱的男人 第二天阿星遇见灰熊 在场馆内到处宣扬 自己痛遍阿星一时 阿星连忙上前反驳 但灰熊又一次凭借 绝对实力欺负了阿星 这一幕也被阿美看在眼里 阿星知道这一次 他又让阿美失望 一次次的挫折 让阿星决定改变 但命运总是给阿星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玩笑 突然偶遇的足球队对着阿星 又是一顿欺负 阿星狼狈地逃出人群 就在这时 阿星突然看到了不远处武馆 武馆的标题深深地吸引住了阿星 仿佛在这一刻他抓住了救命稻草 等阿星赶到武馆时 却发现所谓的武馆只是一家商店 达叔看着阿星狼狈的模样 也猜到了阿星的狼狈的缘由 并带着阿星来到了自己的店铺深处 达叔向阿星讲述着自己的武馆 都曾苦心修炼 但是自己收徒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要高额收费 阿星看着达叔夸张的动作 不免思考起来 而达叔夸张的动作 又一次成功蒙骗了阿星 就这样单纯的阿星 乖乖地掏出了自己的学费 阿星每天苦心修炼 殊不知达叔所谓的功夫 也只是逢场作戏 而阿星的钱财才是真正的目的 渐渐的阿星 甚至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 但阿星面对达叔的一次次要学费 渐渐感到了反感 为了避免自己的计划暴露 也为了让阿星知难而退 达叔决定教授自己的必杀技 我现在就把九阴真经当中 最厉害的一招交给你 好 从这里滚下去 看到这么长的楼梯阿星犹豫了 达叔看着阿星的表情 顺水推舟劝阿星放弃 于是达叔留下阿星 自己一个人离开 但达叔很快受到了内心的牵责 害怕年幼无知的阿星 做出什么冲动的事 于是连忙返回楼梯 看到的却是空无一人的景象 他本想上寝查看 却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 正当达叔痛苦万分 阿星却突然出现在了一边 反观辉雄这边 对着阿美仍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模样 甚至动起手来 但在阿美的反抗中 无意之中打破了达叔的眼睛 看到自己珍贵的眼睛支离破碎 达叔怒火中烧 连忙派出自己的小弟 紧紧抓住阿美 眼看几人争执不下 就在这时远方 突然出现了一个头戴加飞猫的男人 但达叔身为一代空手道大师 三下五除二便把加飞猫一顿暴打 但加飞猫却一次次地站了起来 一次次地打倒 他又一次次地站了起来 灰熊不惜使出了自己的必杀技 但在两人打斗期间 加飞猫使出了自己的必杀技 无敌风火轮 他紧紧抱着灰熊 从楼梯上一下下地滚落下去 灰熊躺在地上 只留着加飞猫在原地甩甩 在这一刻加飞猫的内心得到了极大能力 原来所谓的加飞猫正是阿星 他平时懦弱的形象 也在这一刻完全改变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阿星准备告诉阿美 自己就是加飞猫的真相时 突然一个眼镜男 来到两人的身边 阿美一副小鸟依然的样子 将阿星气得不轻 我不希望阿力跟一个垃圾在一起 所以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眼镜男的口中充满了挑衅 还没等阿星来得及解释 阿美就和眼镜男一起离开了 但阿星为了挽回男人的面子 和达叔气势汹汹地来到眼镜男所在的公司 两个人微微懦懦找了半天 终于在办公室里发现了眼镜男 眼镜男凭借着毒辣的口舌 赶快激怒了办公室众人 几人不约而同 对眼镜男发起了进攻 很快办公室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座的众人虽身为各自门派的高手 但一一败下阵来 门外的阿星被这一幕吓得着实不轻 下时间阿星打起了退堂鼓 就在这时达叔却一反常 主动说起了挑战一事 阿星连忙上前阻拦 就在这时眼镜男突然说起了 在1974年 第一次在东南亚打自由勃起 就得了冠军 1980年 打赢了日本重炮手雷龙 接着连续三年 打败所有日本空手道高手 中国股权法 被誉为空手道的特性 做好 魔鬼金肉人 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就是魔鬼金肉人 听到这里达叔 说出了自己正是因为当年不争气 所以隐退的真相 并约定到 战斗必须在一个月后举行 这一个月的时间 由达叔培养阿星对战眼镜男 很快比赛如期举行 眼镜男气势汹汹地来到战场 反观阿星这边 和达叔 乔装打扮 一起来到擂台前 但阿星似乎对这场比赛 似乎毫不介意 比赛还没开始前 阿星就将眼镜男来戏弄一 但眼镜男这边却是肉眼可见的紧张 很快记者前来上舞台颁奖 原来阿星凭借着夸张的造型 原弄巧成桌获得了最佳造型奖 而眼镜男却满脸的不屑 很快比赛开始 还没等眼镜男发进攻 阿星居然主动转过身来 然而眼镜男正好地中了阿星的计谋 阿星正是想通过心理战彻底击溃眼镜男 还没等几人动手 眼镜男居然因为倒过的一句话 几人瞬间起了争执 排上瞬间乱成一团 就这样第一回合居然被拖延过去 很快第二回合开始了 这一次眼镜男已经知道了阿星的所有套路 眼镜男正想发起攻击时 达叔突然扔起一块石头 很快吸引了眼镜男的注意 然而此时的眼镜男早已心服气躁 阿星借此机会 从各个角度对眼镜男发起进攻 每次眼镜男想发起进攻时 达叔都会故意吸引眼镜男的注意 然后再出气不意偷偷地打向眼镜男 很快眼镜男被达叔和阿星的配合下 被戏弄了一番 正当眼镜男准备发起致命一击时 突然到了广告时间 也正是这突如其来的广告 给阿星又多了一些准备时间 但广告只是缓兵之计 这一次眼镜男守当其冲发起进攻 而阿星巧妙地躲了过去 阿星虽然守无数机之力 但凭借着自己的阴火 死死地缠住了眼镜男 两人像一个藤蔓彼此紧紧缠 然而这正是阿星的必杀戒 即使无法进攻 也可以借此消耗敌人 任凭眼镜男如何反抗 阿星缠绕着眼镜男 始终不愿放手 因为这场比赛对阿星来说是如此珍贵 赶快比赛结束 虽然大师兄获得了胜利 但这场比赛本来就是一场生死 阿星凭借着拖延时间 也顺利地活了下来 大师兄虽然胜利 但虽胜牛败 正当眼镜男准备对阿星 赶尽杀绝时 观众席的各大门派掌门一拥而上 纷纷声援阿星 他们说着绝不容忍日本门派 在中国土地上撒野 或许这就是中华武术的魅力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